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民事晚间新闻抢先报 我是刘芳慈 首先带你来关心这起车祸消息 也提醒大家开车或骑车上路都要特别注意路况跟安全 上个月这是在嘉义一名未成年的少年 他无照开车载着同学还有朋友去吃宵夜 但是他一路失控撞上了一辆机车 就造成包含他的同学还有这名无辜的机车骑士 两个人不幸死亡 这名机车骑士他就枉死在28岁 今天出病了 父母男人悲痛 平东有位女警日前发现有民众跑步 突然昏倒在路边了 其实他是护理师出身 所以当下立刻替就位民众实施CPR 在这种紧急时刻展现相当专业的急救方式 顺利的让这名突然路倒的民众恢复意识了 不过更巧的是事后一查 这位昏倒的民众居然也是一名退休警察 能够救回大学长一命 现在让这位小女警觉得相当的欣慰 桃源一名简性的计程车司机因为排班问题 跟一名张姓的同业长期有纷争 两个人其实已经好几次在法院上相见了 那么上个星期五呢 再度又因为排班问题大吵一架 简性的问奖他一时情绪失控 竟然直接踩油门 把站在他车子旁边的张姓同业给撞死 这件事情原本都没有曝光 亲友原本还以为只是单纯的车祸 但是经过警方详细的调查 才发现内情不单纯 原来这名嫌犯问奖他是涉嫌蓄意杀人 台南市也为民众把新买的爱车 开到一间汽车美容厂要去镀膜 但没有想到他在牵车的时候 其实他也很眼尖 发现自己的车子的里程数 怎么会多了9公里 他就去询问这个镀膜的店家 一开始店家否认有把他的爱车 偷偷开出去 结果结尾民众干脆打开 他的行车记录器来看 结果发现原来这个美容厂的员工 不只是把他的车子偷偷开出去 甚至还载着女朋友 两个人直接在他的新车上面 上演轻轻我我的戏码 一举一动 全部都被他的行车记录器 给录下来 他因此也气炸了 苗栗公管箱出产的红枣品质 向来相当的优良 但是没有料到 曾经连续两年荣获特等红枣王的 青年农夫邱毅敏 他却遭到不肖人士 盗用媒体的报道 冒名在网络上贩售 宣称是苗栗大枣核桃 现在公管箱农会也 郑重的提醒消费者 运工馆其实根本没有大枣 那么推估这个网络广告 其实上面的大枣是从中国来的 被认为当代异装飞行低把交椅的 美国定点跳伞高手柯利斯 他又有最新立作 来看他穿着黑色的飞鼠装 穿梭在意大利的峡谷当中 其实因为非常的狭窄 所以他只要一有偏差 就可能会撞到山壁 不过他也展现了高超的技巧 顺利通过挑战 今天还有很多重要新闻 您一定要知道 包含带你来看这个社会焦点 回到学院现场带来关心 新北市再传虐婴案 这回是发生在已经永和在地 长达十年的这个拖婴中心 好镜头清清楚楚的拍下 拖育员竟然会拿木制的锅铲 瞧着婴儿的小脚丫来横打 更夸张的是 竟然还会把小婴儿塞进柜子当中 这是惩罚吗 好这些小婴儿 顶多才几个月大而已 完全毫无招架之意 凄惨的哭喊而已 但是依旧是没有办法 好这个事情曝光之后 其实家长非常的生气 因为月拖可是一个月 要花高达两万两千块钱 宝贝却遭到毒打就怒轰说 这根本是所谓的恐怖拖婴中心吧 不过详细调查 更离谱的是 这间拖婴中心呢 官方去年给他的评鉴 还给出了假等这样的好成绩 台湾市自强隧道口发生一期死亡车祸 发生在昨天晚间六点多 一名二十三岁的灵性女子 她下班骑机车回家的途中 在这个隧道口呢 被一辆校车擦撞 女子倒地之后 就被卷入车底 不幸的碾壁了 好事隔一天 家属前往殡仪馆香艳 也哭红了双眼 母亲说女儿非常的孝顺 在父亲的贸易公司负责设计的工作 那么原本大家昨天晚上都在等她回家吃晚餐 但没有想到传来噩耗 回到圈现场带来关心 九合一选举大败了 那么蔡总统辞去民进党党主席 补选之后呢 现在是由卓榮泰胜出 今天正式走马上任 好今天她致辞的时候 她就提醒党内所有同志 大家不要忘记 11月24号这个惨痛的教训 差一点让民进党被翻天覆地的日子 党必须砍掉重练 好另外她也宣誓会率领民进党 打好接下来包含立委补选 以及2020的总统大选 那么她也立刻启动了 她今天下午呢 是立刻辅选何志伟 那么晚间则是前往台中 来替王毅川助攻 好另外还有民进党的终止会 今天也通过了三席的立委补选名单 这当中包含了新北市三重区 是征召余天再度出马 总统蔡英文在元旦宣誓要分享经济红利 那么连日来也传出各种可能的方案 但是IP之后呢 昨天行政院也紧急出面踩刹车 说这整个还税渔民的计划呢 要从长计议 但是这样政策看似混乱啊 也引发了自家人的反弹 不少立委在LINE的群组炮轰 怎么这样子无能呢 好另外对手国民党团的书记长曾明宗 更是直接拿出预算书爆料 说蔡政府所谓的386亿元 这样子的经济红利 其实其中根本有高达175亿元 是从民国39年累积到现在的 马路违规丢垃圾赔上了一条命 这是发生在新北市中和新生街 常常会有民众在这个巷口乱丢垃圾 就算环保局在这里立了一个告示牌 可是也没有用 好现在就有住户直级 一名成姓的老先生 他准备穿越马路 违规丢垃圾的时候 被执行的机车撞飞倒地 炉内出血送衣不治 那么这也是当地的第一起 为了丢垃圾而丢了一条命的意外 观众朋友如果有去过 这个穆斯林回教国家旅游的话 应该都有这个特别的经验 你在清真寺周遭不要说吃到猪类的这个餐饮好了 或者是啤酒任何的餐饮都是没有 因为当地人是非常尊重清真寺的所在地点的 好不过我们带来看 发生在我们台湾 桃园平镇有一间龙刚清真寺 这里所当然是桃园穆斯林的信仰中心了 但是出入口的巷子旁呢 在上个月新开了一家快餐店 卖的正是猪脚 而且这个店家的招牌 还是一只猪头 这个圆形的招牌就直接挂在清真寺的正下方 非常的醒目 好这间快餐店也因此引发了不少当地的穆斯林 强烈的不满 认为说这样子也太不尊重我们的信仰吧 就要求这个店家赶快把你们这个招牌给撤下来 好对此老板也回应 其实之前不太了解清真寺这个相关穆斯林的教义 才会这样子 但是他也说月底他就会把这个猪头招牌给撤下来 尊重不同的信仰 最近包含牛番茄还有鸡蛋都是居高不价 其中蛋价其实从去年就开始相当的在这个高点了 因为中南部发生水患造成数百万只的蛋鸡大量的死亡 再加上天气异常忽冷又忽热的 所以老母鸡生不出蛋产量大减 所以在昨天的蛋商工会决定要调整鸡蛋的价格 美中金3块钱 现在是来到美台金36.5块钱 虽然他们也表示说到过年前不会再涨价了 不过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创下了20年的新高